想當老師嗎? 如果你先體驗過之後 它大概其實主要的就是類似像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不會很難 但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它必須要現場開 沒辦法先開好 那第二個就是 老師如果上文課了 這個資料你要保留可以嗎?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這麼多的頁面 那可能你會自己做助記啊 對不對? 你可能做了這個 像我們一般老師平常用嘴包上課 你會把你上課的筆跡那些留下來嗎? 可能都不會對不對? 那你的筆跡也不會留嗎? 同學回答也不會留 所以可能同學對你上課的印象就比較沒有 因為他上文就沒了 可是如果老師你上課很認真 以前我們都是很認真寫白板 但是每次 現在同學都做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感覺到嗎? 老師有點心寒 因為你很認真寫完的白板 同學就說 老師你讓我拍一下 對我拍一下 好的老師你可以猜囉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感覺到下課的戲 同學就拍照就解決了 結果下次問他還是不進的 因為有寫過才有印象嗎? 只有老師印象最深刻嗎? 好那所以 如果你有把老師上課這個現場的筆跡留下來 那同學在看的時候是更有Q 因為他是你上過的 當然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用錄影的也可以 可是有時候錄影要回看要時間啊 可是看照片看圖片是比較快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看 在右上角這裡 這個地方 如果您上完課了 那我要把它就是保留下來 你就在右上角這裡 好你看 有沒有那個叫匯出PDF 那麼我裡面現在就有16頁 剛剛多加了一頁嘛 他就會把這個檔案就變成有PDF檔 那老師呢 您這個班的上課紀錄是不是又留下來了 而且你還可以知道 我上次上到哪裡 我可以複習一下 老師平常 要進這個班之前 上禮拜交到哪裡 是不是也要自己先複習一下 我也會呢 只是因為我錄影 我都會叫以前的我 出來看一下 因為我會忘記啊 所以我用這樣子 所以也OK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他就稍等一下存下 因為 我們HIKIKIK 他除了不能事先開外 他的教室是不能留下來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透過這個匯出 一關掉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老師了解 好 來 他等一下就匯好了 OK 好了 那就可以存出來 假設我先放桌面上 好的 這樣我就可以打開了 有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做的筆記 在後面這裡 有沒有 老師做的筆記 有沒有就留在上面了 他就把你通通都放在上面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等於說 他本身呢 右手邊 他主要提供兩種功能 一個就是你看到好像我們講的 白板的工具 好 白板的工具 那他也有提供一些圖形 圖片 好 比如說要箭頭啦 要什麼的 要打文字 或是圖庫 他裡面通通都可以 他也有給你很多的圖庫 這些 或者是你要從自己的電腦 是吧 都OK 好 那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互動的工具 互動的工具 就可以比較多 這樣子 所以他的功能 老師說不會很多 但是對於我們上課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課間工具 還蠻有幫助的 好 那當然 我們剛剛有兩個沒有提到的 就是 抽人 跟什麼 跟那個 倒數計時 好 這個應該就還好 老師可能平常還好 你看這裡有抽人有沒有 1到8個 笑死了 有沒有 還有躺平足 哈哈 這樣就抽到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呢 這裡還有 倒數計時 有沒有 好 倒數10秒 3秒 他有一個基本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 因為這工具比較簡單 我就大概提一下就好 這樣子老師就OK了 當好學生 我們準備來當老師囉 好